熊啾啾氣洋昂中華職棒新成員 台岡熊英 在高雄陳津湖棒球場 舉行手續儀式 順布成為中職第六隊時 台岡就掀起話題 目前創隊32人 統球教練林正賢也喊話 三年拿下總冠軍 本來是計畫在12月初 找葉宜的球隊 或者說還有在 二軍有在秋訓的球隊比賽 但是現在可能時間會稍微提早 因為11月中在葉宜球隊 現在就有找我們一個比賽 林正賢表示 過去曾說五年內要打到冠軍賽 三年要打季後賽 他認為這個時間有點慢 期待能在三年內就拿到總冠軍 而教練團同樣備受矚目 找來知名中職推一洋將 陸毅士擔任打擊教練 不只讓新日球迷回憶涌上心頭 更讓大家對這支新球隊 有了不少期待 我希望可以精進自己 然後對決範圍論 對決範圍論 就是因為自從電視前面 然後現在變成有機會當對手 所以就很想跟他對決看看 不少球員表示到職棒賽場 是一直以來的目標 高雄許多年沒有在地球隊 台岡雄英成軍對高雄來說 多了新氣象 也希望為職棒增添更多亮點 中央是自己的張欣偉高雄報導 對手打就像是對手搭配 但我真的不再會 但是我會找到 你會找到 你會找到